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字幕君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今天又見到我 我是PCM的Alan 今天突然間 午餐開Live 都有些不知所措 突然間一開始同事一叫我 當然有些好東西給大家看 其實如果大家其實都知道 昨晚又看PCM的網站 或者其他外國的網站 Tag News的網站都好 都知道其實CES就在美國那邊做 上個禮拜我們都講過 我們同事Martin已經在那邊做事 不過在香港都有一些好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可以 其實昨晚10點的時候 Insta360 就release了一部最新的Action Cam 其實我們網站也都出了一些 Hands on的報道 其實這部機器也都已經在手 所以選擇了今天這個時間 就跟大家開箱 看看這部機器是怎樣的 好了 畫面見到這裡 這個黑色盒 其實先說多一點點 因為Insta360這部1R 其實我們收到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都是未final的 所以現在所有見到的packing 那些東西 其實可能到真正出街賣街的時候 就未必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呢 大家作為reference看看 而我現在手上收到這一盒 就是個Twins Edition 很順利的 那就是說這個就是有個4K的Wide Camera 另外再加多一個360度全景鏡頭的模組 或者我們可以轉個鏡頭 同時幫幫忙 好 開箱看看它是怎樣的 那我想就長方形 一個黑盒的樣子 很簡單的就是只有一個型號名 還有一個很大的R字 一個Logo的樣子在這裡 好 那就見到呢 這個盒呢 就很簡單 就見到一個鏡頭在這裡 這個鏡頭 一個電池的模組 那就是這個盒 好 接著 另一個360度的鏡頭 好 這個呢 就是一個電池 或者可以看這個盒裡面有些什麼 不過呢 都說回了 剛才都說 這個還沒有結尾版 其實可能一些配件裡面 都可能會有些不同都不頂的 這條就是USB線 這條就是 因為還有一些盒子在這個盒裡面的 那裡就有個 框的殼 機殼 有一個360鏡頭的盒子 還有一個三腳鋸 配件在這裡 配件開箱這裡呢 就這麼多了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 如果你有360的話 因為它就會給你一個 Lance Guides 可以讓你拍照的時候 都可以保護到它 不過呢 就要先把邊框 再吸進去 這裏這一堆東西 或者說少少先 因為其實 Insta360 出Action Cam 其實之前呢 在八月左右 都出過一部 黏在胸口的 很小的鏡頭 那個都其實 有一些Action Cam的 玩法 而這一部呢 其實就 真是擺明 就是走Action Cam的路線 因為你會砌完之後出來 你就會看到 好 其實跟 可能是 GoPro Hero系列 或者可能是 DJI的 Osmo Action 其實都是走路線的 那 我現在不如 立刻 砌一砌先 好嗎 好 好 那 我先走開這些 不用不用緊 OKOK 這樣 麻煩 那 其實你看到 有這麼多東西在這裡 嘩 好似 組裝LEGO 那 這個就是 360 Cam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主機的模組 因為 這個就是 有一個 1.3吋的觸控螢幕 可以 觸控的 就是可以用手指來 直接去上高操作 不過 就因為 它變成一個 全部變成一個 立方體的東西 這個螢幕 相對 其實比起其他 Action Cam 會小一點 而 這個螢幕旁邊 有一條 線 這個呢 就只是一個提示 不是有什麼 操作性 可能會不小心 可能大家都會 在這裡 滑滑滑滑 其實沒有關係 只是告訴大家 可以這樣 滑滑來 去挑選東西 那 你就會看到 這個主機的模組 還有就是 機的頂部 就會有 Power 鍵 也有快門鍵 另外 旁邊 就會 打開這個 蓋子 就會看到 有 USB-C插頭 另外 還有 一張MicroSD 插槽 可以用插卡 當然最好就是用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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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個 對呀 因為 這部1R 其實它有 裸機 即是就這樣 你怎樣組裝都好 這幾個東西怎樣組裝都好 其實它就是有5米的防水 就是有IPX8的防水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蓋子 比平時那些 就這樣拿出來 就是這樣插起的蓋子 會比較厚一點 厚一點 厚一點 還有穩陣一點 你會看到 一定要對準 全部打開 這樣才可以 不怕會入水 好 現在剛才看到 其實一拿出來的時候 這個盒子 就是有一個4K的鏡頭 因為這個是Twin Addison 所以就是4K加360鏡頭 要打開去其實很簡單 你會看到 主機模組裡 就會有兩個 刀 刀的頭 而相機鏡頭 就會有一個弓 只要你 扣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到 可以看到 這裡有些防水的膠邊 所以呢 其實因為我收到那部機 它說防水到現在 其實我未敢試 我想等我們拍照 試完 最後才試 這件事 in case 因為工程機 有些少少 未夠完善 可能濕了 就做不到 所以這個 我們之後再試一下 你就可以扣進去 細細的聲音 聽到拍一聲 其實已經OK了 這個模組已經 上半身結合完成了 其實就是 因為鏡頭這邊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除了鏡頭之外 其實都是 一些 預料 用來做 固定的孔 這樣 你看到這個 4K wide angle 2.8光圈 16.4mm的焦距 好 其實現在 你這樣 未是一部完整的訊鏡 因為你按 Power 鍵 這樣未開 因為剛才也說 有一個 電池的模組 在這裡 所以呢 你只要 將這個電池模組 這個接口位 拍好它 就可以了 那其實呢 一拍進去 只要你按實 按一按它 其實基本上 連拍的聲音都沒有 那麼 它就不會 就是你不會 拔到它 已經 完成了 整部機 砌了一部 Action Cam 出來 但是剛才說過 拿機防水 不是 那麼 你把電池放進去 都是防水的 所以你就這樣 你可以 逼進去 泳池 沙灘裡玩 都沒有問題的 那麼 當然 就是淺水 不是 很深 就是浮潛的 那些 那樣 所以剛才你看到 電池的位置 都有個膠邊 要插回電池 就要 按一按 啪一啪 有個啪聲 就拔了出來 就是 有些膠邊 圍住了 就可以 防水 其實 要裝 都很簡單 而已 而 其實 他玩 這個 砌機 的功能 其實都 挺特別的 因為 平時你看到 全部都是一個盒 一部已經是這樣的 但是 它砌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 剛才你已經知道 一定是可以換鏡頭 但是就是說 這個4K Cam 已經有另一個玩法 你現在這樣 就是 向前拍別人 是不是 一個膠在後面 但是 其實 你只要把它 調轉 調轉 拍它也可以 因為這裡有兩個 頭 這邊有兩個 頭 好 再拍回電池 好 那現在試一試開機 你就知道 他這樣玩 這個 這個 砌機 只是 4K這個 可以 向前向後 那你就可以自拍 看到了自己 那剛才如果 向前面 當然你可以拍 人 那 好了 這個 就已經是一部 完成了 砌好的 4K 的Action Cam 那 好了 不如試一下 我們試一下 組成360那個 會是怎樣 其實也很簡單 跟剛才的做法一樣 拋這個出來 其實你見到不用拍鏡頭位 和主機 拉走就可以 因為 你最後一定要拍到電池 所以如果你這裡 鏡頭和主機 模組不合位 其實 就一定拍不到 電池 所以 360 那個 只有一個 方向可以插 因為 兩邊都是這樣 然後 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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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另外 剛才除了說 那個 packing 有機會 跟出街的時候 不同之外 今天 我們都 不好意思 先說一下 我們未能夠試到相片 或者片給大家看 因為 那些filmmware 都是未出街的版本 所以 譬如說 它有iOS APP 亦都有一個 Insta360 Studio 的PC 和Mac版的軟件 但是那些 我們現在都 不能夠 開放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今天 就只是 看看我組裝機 和怎樣試一下 這部機 現在看到 這個360 那都 挺 挺好的 因為 平時你玩360 相機的時候 其實你 每天都要 搏著 一部 手機 你才可以 預測到 你現在360 那個 影像是怎樣的 但是呢 你拍到這裡 你就立刻 在這個 一個 主機 module 抱歉 主機 module 這裡 就可以立刻 看到那個 預測了 你看到是 滑來滑去 你現在是 錄時間 即是 立刻在這裏 可以看到的 這個其實 就是 挺方便 因為 你不需要再 扔著 手機 即是 無線 也好 藍牙也好 你都要扔著它 現在變成你在這裏看完 你拍360 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一些 好 這裡 就會見到 機前面 會見到提示燈 其實後面都有的 可以開 關 或者大概 說一下 操作介面 因為其實你看到 四四方方的螢幕 剛才都說過 剛才都說過 因為 螢幕相對 會比較小 因為 它有一個 主機模組 那裏 變成 比平時的 Hero 或者 Osmo Action 有個大的螢幕 相對地 這個 蝕底 少少 但一樣可以用到 觸摸螢幕 來操作 比如說 其實 操作方式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像 因為 這個大型的螢幕 和 Osmo Pocket 那支 去年 出的 長條型的 手持鏡 其實那個大型 我覺得是差不多 亦都是性方形 亦都是這樣 差不多 所以它們的粗的方式 其實有些相似 比如說 最主要就是 在四邊拉 拉去中間 就可以 比如說 拉下來 就有 這些 shortcut 功能 shortcut 比如說 右邊拉進來 就有些 拍攝的 設定 不過 這個 就一定要用 拼好 才可以 拉回去 拉回 調轉頭 可以選擇 設定 幾種 快速的 模式 然後 由左拉下來 就可以 看回 影片 照片 等等 另外 還有 兩個 觸碰 就是 左下角 就可以 有一個 詳細 的 拍攝 模式 讓你選擇 每一個拍攝 模式 還可以再看 有 HDR 拍照 連拍 interval 還有 light shot 拍片 也是 有 Standard HDR 還有 Time lapse 還有 Bullet time 這個 我手上 沒有 Bullet time 的 是 的 工具 試驗不到 給大家看 跟之前 One X 玩法 都差不多 L 形 拿著 轉 這個 看看 有機會 我收到 Bullet time 自拍 滾 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另外這次又加了一個 Star Labs 模式 我未有時間可以試到 即是拍攝星空 看看 遲些又可以跟大家試一下 走趁大虎山 走趁大虎山 是啊 可能要過夜 另外還有一些自己設定的模式 這個就是 你一定要按一個模式 另外除了左下角之外 右下角也可以選擇一些設定 譬如說 你拍照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些比例 還有選擇 時間 即是自拍的 計時 那 如果我拍片的話 按左下角 就可以選擇 譬如說 5.7K的 解像度 3K 4K 以及幾多畫面 每秒 都可以選擇 不過現在是用了360 4K的時候可以選擇 有50畫面 這樣 就可以 在右下角 就可以選擇 其實 所有東西都 在螢幕上 都可以操作 當然你也可以 可以選擇一個應用程式 初出的時候 應該會先選擇 IOS 大家這件事 可能要留意一下 Android版本 官方說 遲些才會有 那 可以多看一點點的 那你一拉下來 這個 就調校光暗 好 這個鎖不鎖 螢幕 讓你在拍攝的時候 你不能動 那麼容易 這些 關掉的提示燈 這裡都沒有了 即是前面的一盞都沒有了 先開一下 關掉了 好像比較好 不要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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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 你現在可以打橫拍 是不是 其實 打直它 你看到 那些字 已經是跟回打直的風 甚至乎 扔轉它 它都會跟回 比如你低炒的時候 就很有用 這些 方便 特別是 拿回來 才可以 拍小朋友 или寵物 如果把錦片それで拍 是比較方便的 之所以 四邊也可以 reg動 自動 動作 另外 也可以., voice control 我沒有很清楚 這是 風聲 可以 jonov 就是防風操的那些 而看看裡面的設定 其實可以有這個Bluetooth remote 其實講開 remote 這次Insta360就說 一部1R是可以用Apple Watch去控制的 但是現在這個階段我就無法試驗 如果有這個控制也挺方便 即是你們自拍也好 或者你放一個攝影機在其他地方 可以在一個有效的範圍裏面 你就可以離開這部機器 用Apple Watch去按鈕 例如影響停的樣子 亦都可以選擇語言 甚至乎是有些什麼的按鈕可以看到 例如你可以叫它拍照 另外就有些減低風操的功能 還有一些Video Encoding 360就只有H.265選 如果用4K鏡頭的時候 就會有264和265選擇 功能上高大致就是這麽多 這些拍攝的設定 或者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教一些EV 和White Balance 也可以用Manel自己做 甚至乎也可以有些Lock的功能 你可以調整那些東西 好 這部機器的大致功能就差不多 不過呢 小小小有些觀眾提問 是 觀眾有很多問題嗎 是是是 盡量解答一下 因為都是試了不太久 360鏡頭可不可以前後分開兩個鏡頭 這個稍後也會講一講 因為其實呢 我收到這一套就是 一個360鏡頭 你看到呢 你看到呢 就是這樣 真是亨不爛的 這個呢 我告訴你 是不行的了 這個Twin Edition裏面的360鏡頭 是不可以分開 是不能分離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呢 因為昨天它開啟之後 它在一個網站裏 可以看到 可以按到網站看看 同事 那就 除了有這個Twin Edition 有一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 純4K的Edition 讓我看看 因為都要 那 還有一個是 還有一個是 Aero Edition 那就是說 Aero Edition裏面 還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 Mavic 2 那就是說 它都是 出比較受歡迎的 兩個航拍機的型號 那 你看到這幅圖 現在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玩呢 亦都出多另外一個 Aero Edition 就是要分開了 前後兩個360鏡頭的鏡頭 原因就是 如果有玩開航拍360的話 會知道 你現在 譬如說 Insta360X也好 什麼都好 你任何的360鏡頭 你傷了上去航拍機之後 其實 怎麼都是向著一面 就是說 你無論向底也好 或者向著天空頂也好 其實你拍出來之後 你就怎樣都會見到 即是有個位置會見到 那部航拍機 但是呢 現在就用這個 孔子 將兩個360的鏡頭 分開 放在一個 航拍機 一個放在下面 一個放在上面 然後 然後就去拍照360 那 這個好處就是 可以連 那部航拍機本身 都會在照片 或者影片裡面消失了 做到真真正正完全 一段360的照片或者影片出來 那這個呢 就應該挺好玩 因為 這個當然 我們都未收到 有這個 而且 都是昨天 他一開發我們才知道 有一個 這個 給航拍機 用的版本 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可能 所以為什麼 觀眾這樣問 或者讀者這樣問 這個 買這個 你就不可以用到 這個 要另外 要另外 沒有錯了 沒有錯了 其實是另外買這個 對 就變成了 你要另外買開 不過就這樣說 如果你買一個Aerial Edition 其實 就已經有了360的鏡頭 其實 我猜 我就這樣看 其實是可以 就這樣 就是當360用 然後呢 你買一個 一吋感應器的 那個鏡頭的版本 一吋感應器 是的 就變成 你就可以 那你就 不要4K的鏡頭 但是呢 就可以做到360 再加一吋的Action Cam 這樣的兩種形式 一吋感應器 是的 那你也看到 我們現在手上 這個就是Twin Edition 就是4K鏡頭 加這個360鏡頭 另外就是一個 一吋的 一吋的 就是一吋 鏡頭 那個鏡頭 比4K的大很多 因為它內置了一個 一吋感應器 在裏面 其實 估計 甚至乎 用來一些比較專業的用途 甚至乎 我猜可能 拍廣告 甚至乎 拍電影 甚至乎 都可以 做得到 應付得到 另外還有一個4K版 就是純粹 只用一個4K鏡頭 就是這個Twin版 沒有了那個360鏡頭 其實玩得 我覺得 應該加上那個360鏡頭 因為 真的比起以前 只是用沒有螢幕的360鏡頭 拍攝 那個尺寸也比較好 另外就是 有兩個Aero版 但是 要留意就是 它在最底 還有一個CREATE YOUR OWN BUNDLE 當然 都是把剛才那些 那些不同的版 你自己組成一部 最適合你用的版本 你自己用 可以 那現在呢 其實現在看 除了那個 那一個 因為如果 你買了一個4K的 你想再外加 360的 其實都還有 給你選擇 那就變了 你看到 如果360Duel Lens 那一個就1598 價錢 如果4K鏡頭 Wire angle 就888 那你自己 可以組裝什麼 那其實呢 我覺得 最重要 反而是 除了開頭這一層 有這幾隻 module之外 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是 官方 是之後 可以出到 多一些的 camera 或者其他的module 都留了少許說 因為今天太多話說了 還有我都說到暖暖的 其實剛才你看到這個 電腦盤 其實就是 這麼薄 其實它可以組裝的話 很簡單 我組裝 我組裝 我組裝那個4K的這個 其實我都是拼下去 那變了 你就是 你用電 就是 這塊 跟機來這塊 是1190mAh 那 其實你拼下去 就要這樣用 所以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 剛才的網站 其實裏面還有一些 接觸器 它有一塊電 是大電 是會厚身一些 那就可以 你不要這一塊 就換一塊大一點的電 那就可以用久一點 或者你可以當 第二塊電 或者第三塊電 這樣用 那就可以延長到那個使用時間 那所以呢 最重要就是 它可以出到多一點的 其他不同的配件 甚至乎再大塊電一點 寧願我 可以用十個八個小時的 不用充電的 那可能再出大塊電一點 甚至乎 是否出一些 zoom lens 這樣也可以呢 那這些都是 之後 其實可以維持到 R這個系列 的 最重要的 這些元素 那其實剛才 那我現在就和大家組裝這部機 其實都 那 不如我 給一些 可能大家 因為看我的手錶 其實都是 可能一隻手錶那麼大 好 好 好 其實呢 手錶上還有一些 譬如說 可以 比較一下 譬如說這個 不過最初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手錶上我自己真的沒有 沒有 或者可以換個 鏡頭 給大家看看那個 什麼 那就會見到 好 等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手錶上 就沒有 GoPro 所以 我臨急臨忙 借了一部 生狗回來 大家都是 比較一下 看看 什麼 這部就是 DJI的 Osmo Action 你看到那些大小 其實大家都是 差不多 你看到 不會差太遠 反而是機身的厚度 以及鏡頭的大小 當然 你不同鏡頭 你弄了360 當然鏡頭又會有不同 就會見到 所以 其實它也是打Action Cam的市場 1R 就是很明顯 不過它就是 星載有 這個 可以裝裝拆拆 以及可以換 鏡頭 或者換其他 模組的方式 去將 變成一部 Action Cam 這樣 不過我還沒安裝過 等一下可以安裝過 給大家看 可以 大家可以看回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個 因為 剛才講過 因為 它這個主機的模組 螢幕只有1.3吋 雖然是觸動螢幕 相對 你看到 Osmo Osmo Action 或者 山九 或者 GoPro 那樣 那麼大的螢幕 就會相對 比較小 這個 也無可避免 除非可能會不會 將來出一個 模組 反螢幕 可能會蓋上 甚至可能會蓋上 整個 像數碼相機一樣 反螢幕 這些 其實 有很多 可能性 可以發揮 這個 好 那 其實有 先解釋一下 好 會不會一跌落地 就散了 那 你們是否想做 工作測試 是嗎 有 有 會不會一 扔落地 就散了 我想買了一部機 都 便宜的 也挺差人 就是 那 所以 不要再扔下去 是吧 可以 可以 介不介意 在 地 地 對 同時講到地 做一個 好嗎 我換攝影機還是怎樣 好 好 馬上試一下 真的 這些 讀者真的很 腰口高 是嗎 我換 不是腰口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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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概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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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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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錄到東西了 這個OK嗎?滿意嗎? 滿意 OK 對了 好 還有沒有什麼可以解納到大家 或者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不如這樣吧 除了剛才這些之外 剛才都說見到有個AMD 其他配件可以 都跟大家試一下裝 還有其他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續航能力 續航能力呢 現在呢 其實都很依靠拍攝製品 暫時 因為我也沒有很詳細去 譬如說我溫一段很長時間 因為我們都一直 一路的拍攝製品都會有影響 我自己有 因為在做事一直拍照 拍片 我就沒有試過很長時間這樣用 但是我就這樣看 因為我最長 我想試過大概三四個字連續 因為我都不斷地拍照 拍攝製品 拍攝製品 十五至十分鐘左右 我沒有記錯 好像 我不想你這麼說 十五分鐘左右差不多 一半左右 因為我沒有特意看 所以我大概只能說到這樣 其實電這件事 我們都會等 一來等正式拍攝製品 才會比較好 好嗎 對 很大 很大的 因為其實我收到相機 之後到昨天最後寫稿 沒有了 已經更新了一次 但其實那個真的沒有很穩定 所以為什麼 那些照片 官方都不太想出 因為都還不斷地更新 所以這個真的有很多事情 就要等 更新好 我們再跟大家試 不如再 剛才說 拍一些 框 或者去看看 因為都可以 裝完 那部機 就裝完了 裝完 那些就試完了 其實那些 裝備都挺好的 因為 你看到這個 一個邊框的孔 你會看 可以對 那它就只是 框住了 旁邊 機四邊 那就是 放棄出來 不過這個框 就個入法 就是 在後面 即機面向天花板 滲下去 這樣 那就可以了 那這裡 我直接找到 不過 我自己試過 用這個框之後 因為這個框的好處 其實就有個 這些 高號的 框頂在這裡 可以 方便你 那它根機也有這個 轉頭的 那你就可以 拆回三腳架 其他的那些配件 那這些就 這些大把 外面可以買到很多 不同的配件 這些就因為有了這個框 就 就變成 即使你 擺頭盔也好 怎樣也好 都有很多 可以做到 那這個框 就剛才看到了 其實這裡 它自己 頂上 就是自己 再加了一個 加了一重的 按鈕 在那裡 按下去 那另外 這個呢 它開了一個 後 給你 就可以 拿回 對 不過 不好意思 我煎了一手指甲 難尿一點 所以 你也可以在那裡充電 譬如說 你拍攝的時候 可能你上了三腳架 你可以 用這個上了三腳架 照充電都沒有問題 這個 我可以充著電開機 有試過 充著電開機 應該沒有問題 這個 開機的意思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又試試吧 最多都是爆炸 這裡沒有東西 不會爆炸 都是爆到我的臉上 錄住離沖 錄住離沖 也可以 但你說開機呢 我就沒有試過開機 錄住離沖 錄住離沖 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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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我會試 即是 我同事都是觀眾 所以他們都有問題 所以當然要解答他的疑難 我們很常 插著一個鏡頭 然後走整個山 都是那句 他因為鏡頭有問題 所以一插了 他就 你見到 畫面有點壞壞 但我之前試過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樣說 我也試過昨晚 我打算拍段片 在夜晚的巴士上 看看他的防震是怎樣 雖然說不能外出 我看看防震的效果 我拍了一大段的馬路 畫面我看到他突然間是灰了 我以為可能他的顯示出來是灰了 但錄到東西 但原來真的錄不到 都是灰了畫面 但我再回到家再拍 又可以 所以就變成那個鏡頭 甚至可能剛才跟你看裡面的操作 那個螢幕 其實都有機會還會改 所以這個大家要留意 對 是啊 讓我這樣說 你想看片 原片 其實我無法展示給你看 但是 剛才也說過 可以拉出來看片 隔著相機看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 都已經有些不同 這個剛才是倒數 剛才是倒數 我忘記了一下 我先把他倒數 這些就是剛才 這些 隨時滑雪的時候 對 那些 那些很棒 在雪山 同時滑雪山滑下來 這些 等於你看賽車 你幾時都是想看炒車的 對吧 這些是我之前 還沒有更新拍攝 這就是我和我兒子打球了 那就是 在陽光底下 其實你看到那個效果是幾好的 還有那個 有用HDR 所以那個 鼠音位 其實都 都看得到的 看得清楚 還有 還有 不過我覺得 那部機器的喇叭 現在可能會拆一點 我還未找到可以調校 Volume 那個功能 可能之後 Filmware 可能會再加進去也不行 另外就是 不過我現在雙了4K 今天有沒有時間 有嗎 有嗎 是嗎 那我快手 我快手 換一下 360鏡頭 因為今天 真的 他比較多 東西搞 所以 小心 剛才我吸不含這個 這個 鍵蓋 對 所以就小心一點 這個就要 這個真的 挺實的 因為 如果不是你就防水 就會 有問題 好 像組裝槍一樣 現在好像 好 為什麼要組裝360 下去呢 因為 因為 這個還未揭開 因為想展示給大家 看一下 這兩個 剛才說過的 鏡頭 就是 因為呢 360是有前後兩邊的 其實 都 因為鏡頭會凸出來 你360鏡頭一定是這樣 所以 就想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他跟這個鏡頭是怎樣拍 因為呢 這裡 那個 邊框這個架 那個底就是有一條 鐵的 這樣 前面也是這樣 你看一邊 這樣呢 就可以 然後呢 頂頭 拍一拍 那你呢 就可以 好 有保護性地 去拍360點 那 那 這支要 拔出來 這邊呢 我就試過是比較難拔的 所以 我就不要玩 不要搞折了現在 那 譬如說你發覺 可能是一些 比較陽光 很厲害的情況下 用了這個 Land Sky 發覺 不可以 可能有懸光 那 影片或者相片 不可以 那你就可以 拉低它 然後呢 拿走它 那就可以繼續拍 那 這個就是 他跟著給你的 這些配件來的 那 還有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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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當你 如果不用的話 這個 因為始終那個 3無0的鏡頭突突出來 是比較 危險些 那 你就可以 把它 用這個 蓋 這樣 保護它 那 那 插頭呢 就向頂 那就 拿走了 就可以 散件拿走了 那 那 好 其實今天都差不多了 因為到這裡 就 無論配件 也都大概比較過 跟其他 一瞬鏡片 比較過 下個大小 也都試過一些操作介面 那 最重要是 怎樣 砌一部機 那連 Drop Test 突然之間都做了 那 都很 都很齊 是差點上質素 真的 再說一句 不好意思 是 同事說 有個很長的問題 看看 其實它跟高舖Action 有什麼分別 大家都是運動相機 都是拿機防水 內置防塵 廣角 續航少許三十分鐘 即是不能夠 那 那 即是擔心續航問題 是的 但是續航問題 其實現在ActionCamp 都在說一個小時以上 差不多 如果那部電 是的 如果 例如我當 原本根基於這部電 小電 可能跟其他ActionCamp 都是九個字至一個小時 是的 那 其實 如果你擔心續航問題 你真的要買多一部電 即是買到它 它已經有一個厚電 那你就可以 正如剛才所說 你這部電是給你的 即是你買了的 不是給你 你買了的 另外你一定要買到一個大電 甚至乎 如果你經常出去潛水 你買多幾個大電 那續航力 一定會給原本一部電 一個小時 九個字 一個小時 就會好很多 當然實際 用了多久 都要試試 我這樣說 我也是看數字 他還未出齊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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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就可以組裝不同的鏡頭 你一部Action Cam 你調整了那個鏡頭 當然你可以外加一些 濾鏡 或者做到某些東西 但這個 你可以將一個Action Cam 原本 這個4K的Action Cam 你就把它變成一個360的Action Cam 再變成一個 再變成一個1吋的Sensor 甚至乎可以再拍到一些 好質素一些的相片 或者影片出來 其實Action Cam 變化出了這麼久 其實 好老實講 變化就不會很大 大家都在一個黑色盒子裏面 只是看看有什麼可以玩 就好像Action Cam 就在前面有個螢幕 讓你可以自拍 方便一些 但這一部 你調轉它 它又可以 所以 就是 看看你覺得 那個 你自己怎樣使用 或者可以這樣說 那 你說你會拍到360的 就很適合 其實就 你拍到Twin Pack 其實有了4K 有了360 甚至乎 你說你真的用來開工 你選一個1吋的版本 其實已經可以 變成 這個的特別之處就是 可以任你齊 或者日後可能再出 就像Zoom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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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倍 最好 最好 變成 拍攝的彈性 就會大很多 還有一個 讀者 是 還有一個問題 360 有沒有可以當普通Action Cam 就是360鏡頭的情況 360 有 不要緊 再砌給你看 即是他換了360鏡頭的時候 我可以當普通Action Cam 有 有 但他也沒有拍攝 他也有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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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正在拉近 OK 看到我 拍攝了 拍攝了 對 所以聲音 可能他也要再調整 因為始終真的 可能大家 那個 那個 不是 我意思是那個 我們這個 你會不會看得不清楚 那個鏡頭 那個畫面OK OK 這個是相片 這個是相片 這個是360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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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拍照 都可以拍照 都可以拍照 夜景也可以 這個是拍片的 轉了 看到嗎 我找些東西 等一下 遮在哪裏呢 我找個位 看到嗎 看到嗎 看到這個 這個位置變了錄影機 看到嗎 看到嗎 因為 黑夜遮遮 黑黑遮遮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它遮在哪裏 在你那邊 在你那邊 是呀 這邊 在這裡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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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看到嗎 OK 在你那邊 我轉一下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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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 錄影機的 icon 看到嗎 看到嗎 現在看到嗎 應該清楚很多 這個 可以選擇的 有些問題是相機 相機模式 相機模式 這個就是standard 剛才大概錄一下 HDR 連拍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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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這幾個模式 其實它已經把 平時 拍照 或者拍照 的很多玩法 都可以放到360度 可以同時用 變成 多了一些玩法 還有沒有問題 可以幫到手 有個剛才答的問題 就是 前後360度 可以拆開 剛才答 可以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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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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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360度 再說一次 這個是不可以分拆的 AERO 的360度 才可以分開拆 不是 分開兩隻 分開兩隻的360度 就是前後可以分開 這個 這個 是不可以的 是 好 這些聲音 我覺得可以再分開 AERO AERO 是把這裡拆開 這樣兩組 是的 AERO 這樣 這個拆開 它真的可以拆開兩組 是的 總之它把這裡 切開了 AERO 這個 AERO 是前後兩組 不是兩組 你說機底 它是兩個180 兩組180 這樣會不會易明一點 是的 兩組180 因為你給兩個80 你見到現在這兩個 就變成一個 擺在航拍機的底 一個擺在航拍機的頂 即是要買AERO 是的 是的 但我也想試一下 那個拍回 應該可以正常拍回360的影片 所以如果是有航拍機 又會玩的 其實就買一個AERO 再加一個 一吋感應器 我覺得這樣這個組合 就幾完美的 不過當然 價錢都會貴一些 還有你有航拍機的 才會選擇這樣的選擇 可能同時可以放大一點 給大家看看 是 看到那個鏡頭的位置 每邊是180 或者你上上高看看 你上上高那個 上頂頭那個 會不會好些 上頂頭那個 應該會好些 是的 是的 這樣分裂法 是的 明白嗎 即是真的把它 劏開了兩個 拍一上一下 就可以拍到 無縫的 空中360 好 OK了 今天 大概知道 這部Insta360 1R的 怎樣裝裝叉叉 大概操作 還有 亦都試過 工作測試 都 我想都 香港來講 都算 一次很快的 亦都很齊全的 開箱 或者手機 另外 就是要說回 那些相片 官方呢 大概應該 就要到1月14號 才 正式有個 新的拍攝 出街版的拍攝 可以 試到相片 所以 其實 我們下個星期 書都會有這個 評論 但未必會出到相片 無論如何 有機會 日後 譬如說 我們再收到 Bullet Time 那支 或者其他配件 甚至乎 可以借到 一吋感應器的 鏡頭模組 甚至乎 我最想試的 Aero Edition 如果我們 可以借到回來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即是 可以直播也好 或者拍片 試相片 跟大家分享 今天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下個星期 或者看看過兩天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 因為 過兩天 記得留意著 PCM的Facebook 網站 因為還有同事 Martin在CES 美國 拉斯維加斯 那邊 都有一些最新的資料 最新的 Tag News 就會訂回來 甚至可能會有片 也不定 記得留意我們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